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刘嘉玲一起开酒吧的很有背景 因而刘嘉玲 刘嘉玲被先扯进该案后 很多网友跑到刘嘉玲的微博评论区留言表示 该案和刘嘉玲脱不了关系 还直言刘嘉玲就是幕后黑手 嘲讽刘嘉玲之前被人绑架一世 事实真如网友所说 刘嘉玲就是网友口中的背景 包庇嫌罢 通过查证爆料中的酒吧 发现刘嘉玲根本就不是这家酒吧的股东 这家酒吧和刘嘉玲没有任何关系 同时也有网友在刘嘉玲的微博评论区留言为他澄清 刘嘉玲只开过news酒吧 没开过本色酒吧 并且只在上海开过 没在广州开过 而且在2017年已经把酒吧转手 结束酒吧生意 专心 自己的服装品牌 有些人不要故意拉上来表示 原来是有人恶意造谣该案和刘嘉玲有关 刘嘉玲真是人在假装作 拨从天上来啊 广州警报也发布了警情通报 通报正是该案和刘嘉玲一点关系都没有 彻底还刘嘉玲一个清白 通报中称目前网上流传的很多消息和视频都是不实消息 也没有所谓的被警干预 包括徐某在内的六名涉案嫌疑员 都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该案从头到尾都和刘嘉玲没有任何关系 没想到被忧心之人带了节奏 还请吃光群众切勿信谣传谣 成为忧心之人的帮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 root blanc 点回应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